大家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这句话在以前念两力平衡的时候念过 合力是等于零的 可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合力不是零 不是零 第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会知道它不是零 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零 来回去想一想牛顿一 你学一下牛顿一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零 回去想想牛顿一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是零 来 我们找大帅哥吗 大帅哥 大帅哥叫做 你们班有三十四吗 有最后一个人 三十四 你怎么来想想牛顿一就知道他不是零 怎么知道他不是零 有摩擦力 有摩擦力 很好的答案 请坐下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零 刚才的各种作用 什么气球飞来飞去啊 人可以走路啊 什么之类都说是因为某某反作用力 对不对 那就表示从不动变成会动啊 那会是合力会是零吗 不会啊 牛顿一告诉我说 合力等于零 静者横静 动者横坐 等速率直线运动啊 所以显然不是啊 显然不是啊 他从不动变成会动啊 所以合力当然不是零啊 所以合力当然不是零啊 所以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做用在条直线上 以前说叫合力等于零 但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合力不是零 好 第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不是零 好 我知道不是零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零 来 暗示你答案啊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A作用给B叫作用力 B作用给A叫作反作用力 B作用给反作用力 OK 来 请问你 他为什么不是零啊 前面是说 怎么知道不是零嘛 我知道不是零了 那问题是 你为他为什么不是零啊 他下面不是零啊 来 要找可爱小女生 找可爱小女生 可爱小女生叫做 7 7 7号 我已经暗示你答案了 A给B叫作用力 B给A叫作反作用力 请问你 这两个为什么合力不是零 为什么这两个合力不是零 不知道 想不起来 很好 请坐下 来 等一下 我来这里 演给你看 因为在不同屋里上 因为在不同屋里上 来 这边 两边啊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最后再要直线上 就会平了吗 不会啊 一个给他一个给他 怎么会平衡 最后用力 A给B 反最后用力 B给A 所有物体一样吗 不一样吗 大陆写这个的时候 大陆在当初 写这个两例平衡的时候 写的比台湾仔细 我们只有写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最后再直线上 大陆就有写要怎样 多两个条件 第一个 同一个物体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 要同一个物体 还有多一个条件 同时 同时作用 废话嘛 一个是现在 这个是五分钟 但怎么会平衡 可是人家会写的比较 我们就没有写的仔细啊 没有仔细就这样子 所以 来 重力跟反重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重大小直线上 但是不会平衡合力不是0 为什么不会平衡合力不是0 因为作用在不同物体上 一个作用给A 一个给左D 所以它不是平衡的原因 不会平衡的原因 可以吗 可以